第五十四章 瓦山小镇 桑森的病情能够暂时稳定 宁缺最感谢的人便是叶鸿鱼 他知道那位年轻的裁决神作 这个时候应该正在捕杀龙庆的路上 按道理来说 哪怕不是朋友 仅仅出于感激 他也应该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担心 但他没有 宁缺对叶鸿鱼有绝对的信心 如今的龙庆皇子确实非常恐怖 那场秋雨之战里如果不是命好 他只怕早就死了 但他始终认为年轻一代的修行者里 最恐怖的还是叶鸿鱼这个女人 他既然说会亲自去杀龙庆 那么龙庆必然难逃一死 看着窗外的秋色 回忆起那场秋雨里的血腥战斗 破秒前的堕落骑士幽冥般的身影和穿着一身黑色道衣的龙庆 忽然与他记忆中的某个画面重叠起来 片刻后他想起 在自己曾经做过的某个梦中 他曾经在荒原内头 看见了三道黑色的旋风烟尘 那三道黑色的烟尘透着冷酷与幽暗的味道 仿佛是黑夜的一部分 此时细细想来 还真与那是龙庆与堕落骑士身上透出的意味相似 宁却越发觉得龙庆当日说的话 也许是真的 那个学会吃人并且爱上吃人的家伙 才是冥王之子 一念及此 他顿时觉得心境安宁了数分 对自己身世传言的隐隐畏惧 对佛宗的忌惮也自然少了几分 对到达烂科寺的心情急了几分 再如何焦虑急迫 旅途终究要一里一里地前行 尤其是桑桑的身体虚弱 也禁不住长时间不休息地连续跋涉 所以马车的速度并没有提起来 南方的气候相对温湿 实质深秋 秋意却是浓而不素 道路两侧多见青涩的树木 与北方的苍凉景致相比 要悦目很多 偶有一场秋雨落下 终究还是一天比一天凉了起来 桑桑的身子也变得更凉 尤其是手脚摸上去 竟像是冰座的似的 烈酒能够起到暖身的效果 维持的时间却越来越短 于是宁却把前两年剩下的那些 由暖宝效果的失败符纸 都贴在了桑桑身上 又在车厢里弄了一个火盆 在修行者眼中无比珍贵的火符 在铜盆中不停地燃烧 日夜都未曾熄灭过 并不长的旅途 不知烧掉了多少火符 以前写好的火符用完了 便写新的 宁却的念里再如何雄浑霸道 也禁不住这等豪奢夸张的做法 面色变得越来越憔悴 桑桑没有劝阻他 因为他知道 劝阻没有任何意义 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如果现在病的是宁却 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而宁却也不会劝阻他 他今天看着窗外秋日的风景 或者是窗盘宁却的脸 小脸上露着平静的微笑 对桑桑来说 现在只要是风景都好看 哪怕是秋风秋雨 落黄叶一地凋谢 只要是宁却的脸就好看 哪怕是那张脸憔悴的 像是好多天都没有睡过觉 桑桑看风景的时间越来越长 小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甜 但他说的话却越来越少 以往这些年 他的话本来就不多 现在却愈发地沉默 桑桑不知道 烂科斯那位长老 能不能治好自己奇怪的病 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将来 如果有 那会是怎样的将来 这种不知道所产生的枉然恐惧 便是沉默的原因 宁却明白他现在的心情 却没有说什么 因为他知道桑桑的性情 看似温和 实则倔强的桑桑 从来都不喜欢被安慰 因为这些年 他和宁却是拼了命才活下来的 所以他知道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都不能软弱 越软弱 越容易死 而如果因为被安慰而感动 那便是软弱的开端 宁却没有安慰桑桑 只是更多地把他抱在怀里 看着窗外的青秋风景 长时间的发呆 其实 这样子挺好 他们都觉得是回到了十年前 除了把桑桑抱在怀里 看风景发呆 其余所有的时间 尤其是桑桑入睡的时候 宁却一直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修复原始三箭 剑侠里有专门配备的修建工具 他的手很稳 而且铁服赶上刻的本来就是他的服 所以铁剑的修复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就在他修好最后一根铁剑时 车厢外传来了嘈杂的人声 桑桑掀起窗帘 向前方望去 只见南方的丘陵间 突兀地出现了数座形状方正怪异的山峰 那些山峰顶部平直如霄 看上去就像是屋檐上的黑瓦 瓦山到了 在浩天的世界里 佛宗千年沉默 闭门修行 偶有入室 也是甘为道门的附庸 更多的是以思辨禅修闻名于世 而在礼佛与祭天的关系上 很多僧侣更是直接认为 命伦只不过是浩天意志的 另一种表现方式 这种说法直接让佛宗默默地 栖息在道门的体系之下 显得极为低调 以至于有很多前嫌在笔记里 直接认为 佛宗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 而不涉及其余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原因 佛法在世间并不如何昌盛 除了那些行与相野的苦行僧外 在南晋等国想要找到一座佛寺都极为困难 唯一的例外是岳伦国 那是因为离荒原深处的佛宗不可知之地悬空寺很近 岳伦国深受佛宗的影响 修佛极为流行 甚至有七十二寺烟雨中的形容 然而烟雨七十二寺始终无法压过东南明圣里的一间古寺 无论是对佛宗的重要性 还是在信徒心中的地位 这座古寺都要远胜岳伦国诸寺 这间古寺便是烂科寺 烂科寺便在瓦山之中 在修行界的传闻里 烂科寺是不可知之地悬空寺留在世间的山门 就如同西陵神殿与织守观的关系 故而极得尊重 无人敢轻易触犯山门森严 历史与传说造就了烂科寺与众不同的地位 无数年来 不知有多少或慈悲或肃穆或传奇的故事 在这间古寺里上演 也因为这间古寺 鱼兰节渐渐成为了时间最重要的节日 而数十年来最微微风行的汴南也发端于此 此时还没有到鱼兰节的政绩日 大唐使团尚未到来 然而瓦山之前已经变得非常热闹 青石街两侧的民宅二楼挂着各式各样的棋子与帆 那些棋帆的颜色很是肃静 大多是黑白二色 却不知隐喻的是瓦山周边最流行的义棋 还是指向鱼兰节的真正原因 超度冥界的亡魂 相信烂科寺里的普通僧人 和在小镇上居住了数十代的居民 都已经不清楚这种习俗的来源是什么 对于活在现实的人来说 鱼兰节只是一个简单纯粹的盛大节日 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享受节日的气氛 瓦山下的小镇里已经有很多游客 这些游客不知来自何方 脸上都带着相同幸福的笑容 大人们微笑着彼此问好 在那些传说中的千年老屋里游玩欣赏 孩子们在街道上奔跑追逐 有女童气喘吁吁地追着自己的胸长 小脸上满身委屈的神情 忽然在盗盼的石池里 看到了数百尾的红鱼 马上蹲了下去 睁大眼睛 看着那些平静游动的鱼儿 早就忘了自己要找哥哥哭上一场 站在石池旁的中年男人 看着女童笑了笑 递过一根细木棍 细木棍的那头 绑着一只茶中大小的细小网兜 女童看着身后正在摸钱的人们 有些羞涩地摇了摇头 她知道捞鱼需要钱 但妈妈说了 自己还太小 身上不能带钱 只能放在哥哥身上 但哥哥却要拿钱去买唐人 这时候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小女童忽然想起来 自己是在追哥哥的 惊叫一声站起身来 正在她有些害怕的时候 她那约莫七八岁的哥哥 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人群里挤了回来 看着她黑黑得意地笑着 然后从腰间掏出了两块铜板 塞到了她的手里 于是石池里的红鱼不在那般安静 水花微贱 池畔赴着今年的青苔 都有了剥落的痕迹 街道上不时响起兄妹二人 失望地叹息和惊喜地打叫 黑色的马车停在阵外 没有进去 齐国道殿的骑兵也被宁确赶走了 她和桑桑隔着窗帘 看着平静喜乐的小镇 看着蹲在池畔捞鱼的那对兄妹 大概是想起了小时候 去乘赛感激时的情形 笑了起来 瓦山不是单独的一座山 而是几座山相连 这座在深秋依然散发着 幽幽绿意的山峰 形状非常相似 风顶平齐如刀销 远远看上去 就像是数片黑瓦被顽童随意地搭在一起 小镇很热闹的时候 瓦山深处却还是那般的安静 林间引线骨刹一角 仿佛被佛法感染 南方秋缠最后的鸣教 也显得并不凄理绝望 而带着解脱的淡然 这里是后山 如果前往烂科寺去 从这条山道上去 永远无法抵达正殿 但黑色的马车此时 正缓缓地向山道上去 宁缺带着桑桑来到瓦山 本来就不是要去烂科寺 而是要去后山找人 烂科寺后的幽山里 住着避世隐居的 数代佛宗大德 宁缺要找的 便是其中的一位 便是他已经听人提起过 无数次的那位 烂科寺的长老